來 郭東哥怎麼看 侯友宇是真的有 這個一流的喬人的能力嗎 還是那個五百萬比較厲害呢 再來那個呂家凱跟江一貞 為什麼要跳出來呢 難道是真的有 背後有人叫他們要出來扛折嗎 我認識柔友誌已經二十幾年了 他是一個很資深的社會記者 所以我相信他講的話一定會有所本 只是他這一次沒有把話講完整 讓人家覺得說這個好像有點在政治操作 所以我說友誌 你應該再出來開個記者會 現在大家把問題的焦點放在五百萬 其實我個人的看法跟五百萬的這種 不要失去這個焦點 那個金錢的數額多少不是問題的焦點 問題是在如果說一個總統有資格做總統候選人 你的政治道德操守是怎麼樣 如果說你對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都沒有辦法回應的話 他夠不夠資格當個總統 我的看法是這樣 這已經也不是法律問題了 總統我講的比較直接 在台灣我們選八法裡面 抽顏者參要定罪是很難很難的 因為你收證根本的證據拿不出來嘛 收證困難啦 因為你五百萬你有沒有可以錄音 說侯友誼你 副市長你講的話我錄音下來喔 就為你將來不給我錢 我要跟你要喔 還是說我有簽收收到五百萬 這個一定沒有辦法 你不能講我找一個證人來 證人是在 三番在談話說坐在那裡聽嗎 還是你羅友誼事後跟他講 現在看起來好像只有口頭是不是 因為羅友誼沒有拿到 好像羅友誼有參選嗎 好像沒有參選 他退選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退選在這個圈子裡面 被人家吵鬧嘲笑很久嘛 聲勢拉得這麼大 後來你退選 他當然一定講啊 侯友誼把我戳掉了啊 所以五百萬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當時他沒有繼續堅持要選的時候 確實在媒體界 在政論界大家就一直看到他就講說 你不是說要算了 怎麼還叫人收掉了 在國民黨裡面 講好聽一點叫協調 講直接一點叫喬 講得更難一點就收鞋子湯啦 被戳掉了 戳掉啦 所以羅明財這個事情 我在想 侯友誼 你不是因為當事人講說 你來他是來欠我 鼓勵他選 怎麼可能啦 結果是他退選了 對啊 鼓勵他選他退選 所以我就想到 羅明財的爸爸羅夫祝 一句最有名的話叫做 貓不在老鼠作怪 他在立法院當立法院的時候 不是打理親安嗎 對 貓不在老鼠作怪 以這個就可以證明喔 顏寬的你侯友誼不肯跟他握手 假裝沒看見 假裝怎麼樣 顏寬的老爸 顏清標也當過立法委員 他跟羅夫祝兩個都是 無黨籍的立法委員 在裡面在立法院裡面操控 很重要的關鍵性的角色 那比分 羅夫祝是不小於顏清標的 羅夫祝是天道門的精神領袖 那 侯友誼有沒有跟他交手過 當然交手過 那段時間 侯友誼不是刑事警察 既然就是警政司長 怎麼會沒交手過呢 那你可以把顏清標甩一邊 不理顏眶 你對羅明財這個事情 你要怎麼交代 人家覺得說你這個不是有兩套標準 因為他還想當母雞 然後羅明財是小雞喔 對不對 那到時候要怎麼輔選 所以我說 侯友誼絕對不是不沾鍋 侯友誼有多少事情 外界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的年輕記者根本不了解 他不知道他 只知道他當副市長 當市長 然後選舉 他不知道他以前的那一段 警戒那一段事情 他年輕記者不知道 羅友誼二十幾年的社會 他當然知道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 當然是有啊 可是我是勸羅友誼 你既然已經掀起這個浪潮了 你就應該把話講清楚 侯友誼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一番兩正言 記者在問你說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沒有黑白中間還有灰的你在那裡問 難看的應該是侯友誼啊 他今天這樣的回應顯然不足以 讓外界能夠了解 人家也是心理 記得也是報紙 為什麼講了這麼空的話 然後連告都不敢 他好歹不是說反駁 如果有資料 沒問題怎樣怎樣 我想逼到最後 如果已經形成一個 輿論的風潮的話 他還是會去告的 他怎麼會不告呢 因為這個影響他的民調嘛 我剛剛講這個已經是 不只是政治道德問題 這也是法律問題 你已經涉及嚴重的法律 你選辦法裡面規定這麼清楚 前不前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沒有出面把柔友誼找到你的副市長辦公室旁邊的那一家會議室 人家已經講的不是在辦公室裡面旁邊的會議室 對 那你就出來講沒有 還是我找他來談 也是鼓勵他跟鼓勵那個誰 鼓勵那個劉哲章一樣 我也是鼓勵柔友誼好好參選 是不是這樣子 你也可以解釋一下 對 都沒說啊 可是我講私底下給觀眾瞭解 那一區非常的重要 不是在柔友誼是不是三千票還是一千票當什麼 因為那一區是黃地產建商投下最大的一個區域 那邊的土地開發那邊的大建商 蓋起來都是那種豪華幾十棟的那種大樓 都在那邊他們需要議員需要民代 所以那一區為什麼會變成 市政府很重視的這一區要護航啊 所以我們很簡單2014把那一區侯家軍 國民黨提名的議員名單打開來看 是在為誰護航為誰搓鹽子湯就知道了嘛 反正這兩個出來拍胸部保證 他們好像是2018才選的不是2014 這兩隻太年輕了啦 根本就不對嘛 所以我說只要把那一屆出來選的名單打開來 那柔友誼是為了誰被戳走的 馬上就清楚了嘛 來來 近平委員 侯友誼現在喬出了大麻煩嘛 今天這樣的回應顯然是非常的不足哦 那如果他又不告的話 那更讓人家覺得是不是默認真的有這樣的 所謂的搜尋壓燈的事咧 我先澄清一下 這個事情我也聽柔友誼講過很多次 但是他從來沒有講過這個500萬 500萬是前兩天他突然這樣子在臉書上 這樣的一個故意這樣寫 所以我不曉得為什麼以前他只講 那如果是真的像他所說的這個事情 為什麼他以前只說一半 就像剛剛正昊兄所講的 正昊跟敏玉都有聽過 我也聽過柔友誼黑侯友誼很久了 那我不知道他跟侯友誼到底有什麼恩怨啊 那侯友誼大概也實在搞不清楚 藏惡金剛摸不著頭腦 真的嗎 侯友誼不知道嗎 如果沒有的話他就出來否認 不是應該這樣嗎 好我先跟大家講 剛剛國動哥你講說這個 那個 裸友誼後來退選他沒退選 他是3695票落敗 他當時是初選 初選多票 他最後大選2014年那一次 大選他是3695票落敗 那國民黨在土塑三一 那個時候他提名了六席 總共上了三席 上的是林金傑黃永昌跟洪家軍 洪家軍就是黃志雄前立委 那個跆拳道國手老婆 那林金傑就是要挺侯友誼的 國民黨的這個中常委 逮捕我那個位置那個議員 那還有三個沒上 就是王明麗跟朱子夢和林副子 王明麗是15771票 朱子夢是8770票 林副子是10845票 以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當時這個2014年那次大選 幾乎要有一萬七千一萬八千票 可能可以說是有當選的安全門檻 他影響到的是王明麗 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一票 以事後結果來論的話 但也不見得說 羅友誼沒參選的話 王明麗是不是就一定會 超過這個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一 他的得票 用一萬七一萬八當選 這不一定 這很難講 但是羅友誼拿到3695票 是不是純他的支持者 還是國民黨的也不曉得 因為他初選那個時候 我記得他也講過 他初選他有參加 最後他初選沒有過 侯友誼希望他初選退選 可是他初選沒退選 所以我不懂說何來的 現在可以把這個拿成政治攻防說 哎呀我去控告侯友誼 這個什麼金錢怎麼樣 第一我相信侯友誼 不會這麼白目的 講出500萬 你不要選我用500萬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 以我認識了侯友誼 我不相信侯友誼會這麼無聊 你不相信你會像這樣 呂家凱來擔保嗎 就像剛剛鄭浩兄和大家講的 也不需要到這種程度 因為我選議員 老實說侯友誼有幫我這個 拍過影片 在這一屆2022年的時候 但是我選 我也選 那個當時消防局的事件 大家也看過 我不管在民視或友台 我也罵過他 叫他要處分他的這個局長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選舉 的確我認同這個鄭浩兄所講的 我們是選民一票一票選出來 像我在平正區是2萬票 我對我的民眾負責 不是對侯友誼負責 當然侯友誼要自己去面對 這樣一個狀況 但是我今天看他的這個做法 他一定是那種 我不想隨之起舞 所以他一直不斷的跳針講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 這個國家 他就想第一 這句話就是尊重 這個羅友誼的言論自由 那他不會去告 這也告不成 那侯友誼告不成 羅友誼 羅友誼呢 你要 因為他 我剛剛不是一開始講 他就是長期的黑這個侯友誼 黑很久了 我早就聽過很多 他本來就很不爽 這個侯友誼 跟我們這個另外一個 偏南的一個媒體人 出生的一個名嘴 跟我們黨主席同姓的那一位 也是黑侯友誼 很久了 兩大黑侯友誼的黑將 所以如果聽到侯友誼 這個侯友誼在 這個這兩個人口中 批評他罵他 我一點都不意外 那這是侯友誼自己要去化解的 那侯友誼不像 那你覺得他今天這樣有化解到嗎 畢竟你要選總統的人 不能這樣兩句話 因為人家去罵他 批評他的 你要怎麼去化解 那除非就像剛剛講的 告了人家又說 你在浪費司法資源 怎麼樣 所以當然有志兄 我跟他也很熟 他兩次選舉 我2018年跟2022年 都來陪我掃街 然後幫我這個站台 我有幫你 對我跟他交情很好的 他是我一個很好的外體兄弟 但是我還是不相信 羅友誼所講的 雖然我跟他很熟 他這麼幫你 結果你不相信他 我還是不相信他 我知道他跟侯友誼 有很強烈的 那個非常黑的 那個怨的關係 那個怨氣 還是你死歸我大兵 你還是先相信侯友誼再說 我本來我剛剛不是講 我本來就相信侯友誼 他的這個狀況 不是說死歸我大兵 我跟有志守 但是我相信友誼 所以這樣的狀況 但侯友誼必須在 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但老實講 這對侯友誼的殺傷力 這個對 我相信對中間選民 大家會看的物理抗花 綠的姓綠的 真的嗎 支持綠的會姓綠 那挺藍的 我不是說殺傷力不大 我說挺藍的會覺得 更不可憐 那中間選民會覺得 物理抗花看不太懂 那總而言之 這會不會變成茶餘飯 像李正浩所講的 你看後面會一直成為一個話題 一直講下去 一直講下去 寇姐你怎麼看 侯友誼這樣的回應 足夠嗎 會不會對他造成非常大的殺傷力 這件事情不在於有沒有500萬 而在於他的危機處理 在於他今天的那個德性 他可以說保障言論自由 台灣仍然是民主法治國家 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啊 沒有你就說沒有啊 為什麼要回避 要不然你就可以跟羅友誼對質啊 以他那個什麼硬漢啊 這個鐵打的這個警察第一代 還過去還參與槍戰 耐打度那麼高 槍林待雨 記不記得 那還上個禮拜講的啊 槍林待雨都躲過那麼多次了 還有好幾次槍戰 什麼一個人受傷 一個人死了 他都活著 那人家羅友誼不會用個橡皮筋 打你一下 你今天就這樣子 這個啊 左閃右閃 他今天最大的失敗 就是他危機處理 他的危機處理代表什麼 靖平你一定也知道 危機處理代表你的幕僚團隊 代表你的政治判斷的高度 跟你對於這個危機的評斷嘛 如果你跟羅友誼 就像你剛剛講的 其實不太公平 因為友誼不在現場 你說他是黑他 我們媒體出身 我覺得這個字也不好 因為我們就會有評論嘛 或者是這個拿到證據 對他有批判 但是不叫黑了 我們媒體人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能力了 今天那個就算是 這侯友誼 是你講的那麼清白 沒有500萬啊 但是他落入陷阱啊 他那什麼危機處理啊 李正浩還一邊罵江儀 吳家凱 然後一邊還替他們兩個講話說 國民黨這個 毀了這兩個年輕人 這兩個人自己找的好不好 自己判斷力有問題 自己這個去幫自己的組織 做那個 這種保障自己的事 我還以為 吳家凱還因為這樣賺道本 我還不知道他叫吳家凱了 因為他講我用我的政治生命 我在想你什麼咖呀 哪顆蔥哪顆蒜 拜託啊侯友誼 如果今天是朱立倫出來跟你說 我拍胸部保障 政治生命 我們家侯友誼絕對沒幹這種事 我還服了你了 或者是你立法院裡面的 你們這個啊 在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們 有人幫你站出來 結果你找兩隻小蔥 還不是三星蔥 還是雜牌蔥 然後呢 出來為自己說 就表示你的危機處理是一塌糊塗 危機處理為什麼一塌糊塗 那就是真相經不起檢驗啊 所以這件事情的殺傷力太大了耶 對 更別講同時他又去跟那個羅明才 這個什麼劉哲章搞那個 有沒有這個 政退的事情 對 羅明才的爸爸叫羅浮柱耶 你這個再怎麼樣 你跟你前一陣子不還猜疾嗎 剛才這個國動講得好啊 你跟人家言寬還還躲來躲去 我覺得那個言清彪還比羅浮柱好 他至少守在台灣沒跑走啊 那羅浮柱還逃了 好了 對不對 當年人家言清彪 那個在中部呼風喚雨的時候 你羅浮柱是什麼 那個新北市的那個政治亂成一團 羅明才明明就是羅浮柱的兒子 你好意思嗎 你侯友誼 然後羅明才今天還說什麼年輕時代要接班 年輕時代要接班 那你不是60歲了 不是要叫劉哲章比你年輕嗎 就整個來講 就是國民黨就是一團糊塗仗 然後這一團糊塗仗都在於他們迷信 侯友誼是最高的民調的候選人 最可以打敗這個 這就是最能夠最強的母雞而已 結果發現這一隻最強的母雞 其實也是一個不會生雞雞蛋的這個母雞 這個國民黨是令人同情的 但是侯友誼的那個整個每一次 侯友誼是輸在每一次的危機處理 拜託大選大戰還沒開始 剛才你不是說了嗎 股東手上有很多故事 我天天都有故事 那個警戒的人每天都給故事 那個每一個故事 現在只是個媒體人出來爆料說 當年是每一個故事 如果都跟你侯友誼這樣子 一個一個的算的話 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認為這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朱立倫今天在偷笑 也不幫他忙啊 對不對 有兩個 記者有去問朱立倫 朱立倫笑而不語 侯家軍這個小議員出來幫他講話 我覺得這個代表了侯友誼的脆弱 就是你說像鄭立倫這些人 替這個罵朱立倫 因為他們背後還是一個 一個藍軍的戰鬥藍的團隊 這些人骨子裡還是希望郭台銘出來 因為郭台銘出來對媒體是有用的 而且對特定媒體 是有某些選舉上的經費的 所以某一些人其實拐彎抹腳 是在幫郭台銘的嗎 再來關心台海局勢 就是華盛頓郵報的一個獨家報導 說這是五角大廈有外洩的機密文件顯示 美方是如何評估現在的台海局勢呢 他們是認為台灣很難抵御中國的空襲 台灣只有半數飛機具有完全執行任務的能力 而且戰機以防至少需要一週的時間 那我們的國防部是回應說 這外媒的報導引述不明文件 內容顯然不是事實 請教余專軍怎麼樣看這份 所謂的外洩的五角大廈文件 因為我的印象中好像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有一份所謂的不管什麼文件 或是怎麼樣的評估 覺得台灣或是美國是打不過中國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既然是外洩的這些資料 為什麼會這麼繼續迷移的讓全世界知道 對 就是要你加強台灣的防禦力量 但是我們必須要很 非常非常平心而論的講出事實的所在 那中國有這麼多飛彈 我告訴你中國有五大類的飛彈 包含了洲際飛彈 彈道飛彈100枚 長程彈道飛彈200枚 中程彈道飛彈150枚 短程的600枚 還有陸射的巡弋飛彈300枚 很可怕 幾千枚的飛彈 數量比我們多的很多 可是真正的 你會用洲際飛彈來打台灣嗎 這太三八了吧 對不對 那個可以繞過地球的 你就跑來打台灣 繞一圈 經過自己上空再打台灣 有這麼三八的嗎 但是他要打美國的 打美國的 要打美國的 所以洲際飛彈不會打台灣 然後長程的飛彈也不會 那充其量把中程跟短程加起來的飛彈來打台灣 大概是1000枚左右啦 我們再碰風一點 1200枚夠多了吧 料敵從寬嘛 那這1200枚 美國就說了 哇 如果這1200枚 一家回一口去打台灣 台灣守不住 講句實話 如果1200枚同時打台灣 真的守不住 可是要怎麼樣1200枚打台灣 那個飛彈不是說我先有1200枚中短程飛彈 就跟沖天泡一樣 就跟我們鹽水放風泡一樣 插一排就放了 鹽水放風泡也要有風泡架 對不對 你那一箱一箱的那個風泡能放嗎 它要架到架子上才可以放 所以說每 所以1200枚是沒有辦法同時發射的 不可能 絕不可能 我們曾經有過非常精準的研究 這精準就是說中國的飛彈有1200枚 中短程 可以打台灣 可是它一次可以打多少 我們講我們把它的這個飛彈架 它有多少個飛彈架 250套飛彈架 飛彈架 一個飛彈架可以發兩枚 那就500枚 你說一次最大500枚 這還要刪除掉一件事 妥善率的問題 你認為中國飛彈發射架 妥善率是100%嗎 就是我有250個飛彈架 都可以100%的發射 按照正常 這不是我們 你說用台灣的不準 用美國 大概80% 它的妥善率以80% 80%來講 它最多一次發400枚 最多一次發400枚 打個8折 對 打個8折 那如果說你 那你說第一波打400枚 那第二波呢 第二波要30分鐘之後 因為它要換彈 它要裝彈 需要時間 對 它要裝彈 那30分鐘之後 能不能再打400枚 不行 還要再打8折 還要再打8折 因為有一些是一次性的發射 發射完就不能再發射了 所以說再打8折 它就是400枚 可能300枚 最後200枚 三波才能打完 那你想想看 按照台灣的防空飛彈 包含了我們的天工 包含了我們的愛國者 包含了我們各種的飛彈 一次兩枚來發射 足夠了 我們是用兩枚飛彈 攔截一枚飛彈 而且你說它在中間 準備的過程上 我們也有反應時間 反應時間 我們可以源頭打擊 它都已經把這個源頭打擊的 這些疾問都省略掉了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在美國的情報裡面 中華民國的這個飛彈防禦 是不能源頭打擊 可是現在行 現在行 當你第一波400枚打怪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可能第二波都沒了 因為我們會還擊 那有人說 這個飛彈打過來 你們就慘了 我跟你講這就是一個飛彈的謬論 他們把每一枚的導彈 都當成原子彈 都當成核彈 打過來之後 一枚打到這個機場 機場就砰爆了 完全消失 那是核彈啊 那是核彈 飛彈沒有這麼厲害 不是一枚就能毀掉一個機場 它一個機場裡面 至少 我們講不要講機場 不要講重要設施 美國打掉一艘船 靶船喔 那是已經停在那邊不動 讓你打一艘靶船 70枚 70枚飛彈才打成一艘靶船 70枚喔 不是一枚就打成 要70枚一直打才打成 那你想想看 我們一個既定的基地 怎麼打 我們光是 我講我們空軍基地 加上這個海軍陸軍 所有的基地 還不含了我們這個 中央政府的重要設施 我們加起來超過七八十個 還有我們一些發電廠 重要設施 擺來一個 擺來一個 那你想想看 這飛彈 怎麼樣這麼精準的 打到這些設施 所以說這個飛彈威脅論 沒有錯 美國講的是對的 沒有講的是對 我們要強化 我們要把我們的反 這個反制能力 防控能力變得更強 但是這絕對不是事實 所以為什麼國防部出來說 這是 不夠正確 我們不需要一篇文章 然後就自己嚇自己 覺得好像台灣就完蛋了 所以你看 國防部為什麼講的七秒待 他說這不正確 我們不是這樣的 那可是我說 我有義務把這個事實講出來 因為國防部講的七秒待 原因是 要爭到更多的預算 對對對 我們不是這樣 可是我們真的要更強 還可以爭到更多的預算 所以美國 跟我們中華民國 國軍之間 是有默契的 我既然徵收到 這個泄密案 我把有關台灣的部分 我刻意的放出來 然後讓我們在 在做建軍備戰的時候 能夠有更多的力量 因為我講料敵從寬 永遠都是建軍的方向 你不能把中國都當成 這個吃飯的 酒囊飯袋 對 雖然很多了 但不能把全部 你還要把所有 可能對我們傷害的 要降到最低 所以說其實我對於美國 這個案子 我是正面看待 希望在立法院包含了 加強海空的 這個飛彈設施 我們不是今年而已 我覺得往年以後 每年都要有 讓台灣的防禦能力 越來越強 把它當成是一個提醒 我們要加強備戰的 一種這個作用 這才是建軍備戰 能夠掌握的關鍵要求 是的確 瑜伽院下一個最新訊息 因為媒體有報導說 美國他們的印太司令部 派出200多位的 這個訓練教官 駐台 幫助我們的這個部隊 包括這個我們要 義務役的這個一年 都會由美軍的教官 來這個教導 加強我們的訓練 怎麼看這樣一個 這對我們的整個 整體的義務役的 這些士兵的這個訓練 甚至是支援役 是不是這個戰力 都可以加以強化了 這次國防部沒有否認 國防部說對 有有有 真的有 那很多人就問說 為什麼以前沒有 現在有 是因為現在兩岸之間的 關係變得很緊張嗎 所以美國才派了 這麼多的教官 他其實不是 以前的教官 主要來都是跟海空軍 還有一些特戰 在做一些特殊的 作戰技術的一些 一些磨合跟傳授 那些已經有了 對以前就有了 所以20%就是那一些 那80%會放在 我們後備跟新訓 因為後備跟新訓 這一段我們曾經停止過 所謂的一年的這個兵役制度 所以絕大多數 那個四個月叫美國來教 不是很奇怪嗎 是 對不對 所以說他延長之後 美國必須要強化這一塊 所以這一次美國來的 200個教官裡面 80%就是在教什麼 教後備旅 新訓中心 所以以後的新訓跟後備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美式的訓練法 我到美國班寧寶去 全程參與他們的 新訓的體驗課程 我去過 我跟你講真是抄 雖然那時候我已經大概40歲了 可是我認為我的體能很好 這個馬拉松我都跑得很快啊 我跟新訓跑一趟下來 我真的我說 哇 我們中華民國的國際要這樣抄 要這樣抄 那真的很抄 就他們來訓練這幫助我們的戰力提升會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他們早上4點鐘 他們每個衣櫃裡面都有一個反光背心 你知道那我們去這要幹嘛 要指揮交通嗎 不是 4點鐘才跑1萬公尺 常跑 天啊 1萬公尺 每個人要穿著反光背心 自己跑喔 那個教官就在路口開始按馬錶 你時間到就要回來 那個訓練強度非常強 然後結束跑 你早跑回來早洗澡早休息 休息完之後馬上早餐 早餐完之後就全副武裝開始進入靶場的訓練 他那個就是體能 訓練的作戰技術 作戰技能 然後進入協調合作 包含了城鎮戰 那整套是揉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跟著去搞了10天回來之後 我們發現哇 我說這一套訓練引回中華民國 在我們陸軍裡面 我們的陸軍會強很多 現在真的進來了 我是多久去的 民國101年去的 那還滿久了 現在更精銳 現在更強 對 所以說這一些 這個80%的訓練 有很多都是我們當時在班尼堡認識的 他們都來了 他們都來了 那其實他的訓練 他是說 我們會把我們在美國 對於我們新兵 還有我們新訓 還有國民兵的訓練的強度 全部帶到台灣來 對 那所以我說 所以不用擔心說什麼 什麼當一年兵 可能要去什麼 又去拔草浪費時間 絕對不會 看起來這個訓練 絕對不會 這個絕對很充實 絕對很充實 而且他們那些 在班尼堡受訓的這些士兵 我跟你講 他們早上跑步的時候 都喜歡光上升 為什麼 賣肌肉 真的夠壯 真的夠壯 所以我說 這些訓練強度的教官到台灣來以後 所有現在進入軍中當兵的 我告訴你 半年後出來 你的女朋友會覺得你實在是超人 那真的會很驕傲 都會變成一條硬漢 真的變成一條硬漢 這個真的是非常需要 所以這次廣布沒有否認 他說真的進來了 大家以後拭目以待 中華民國的陸軍心訓 不再像以前那樣 是的確 我們中華民國國軍的 這個戰力恐怕會大大的提升 但是我們要特別注意 中國現在對台灣進行什麼樣的徵搜呢 來證號 中國版的全球英說又來擾台 那所謂的解放軍的 這種的真漆無人機 闖越台海中線 他對於我們的話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這個無真漆其實就是解放軍版的全球英 就是做所謂各式包含電子訊號 電池頻譜的收集 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是被公布4月14到4月15 這兩天來台灣對不對 其實來台灣的時間非常非常巧 那時候我們在幹嘛 我們恆春在做聯友操演 菲律賓在幹嘛 在做美飛軍演 我在談我們恆春操演跟美飛軍演的時候 我就講一件事 這件事情一定是台灣跟美國 和菲律賓三國的隔空聯合軍演 雖然沒有聯合軍演之時 看起來是美國跟菲律賓在演習他們的 我們在演習我們的 可是實務上兩邊演習的地方 就是在如何二手巴士海峽嘛 巴士海峽就是菲律賓跟我們台灣中間嘛 那我們調那麼多火炮部隊到恆春 針對巴士海峽這邊去做實彈射擊 難道不就是要跟美國跟菲律賓的聯合軍演 去做呼籲嗎 那這個呼籲的一定不可能只有隔空說 我們先寫email 我們講好14號的幾天 往那上不可能 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的話 台灣美國菲律賓一定有所謂的資訊的聯通 而且是即時資訊的聯通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也猜嘛 你們到底是各自的演習巧合 剛好在恆春有個聯勇操演 剛好美飛又做一個巴士海峽軍演 到底是巧合 還是實際上其實有做戰術溝通 所以派吳徵欺來是看這樣子嘛 那這個時候在台灣巴士海峽上空去抓台灣跟美國 第一個有沒有做聯合操演的資訊 第二個能夠收集盡量多的電子屏幕跟雷達參數嘛 作為未來攻台之用嘛 那這無徵來的時間 無徵期來的這個時間是非常非常巧妙的嘛 所以對我們來說當然沒辦法 我們做這件事情本來就要面對這樣的狀況 好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喔 這個華盛頓郵報這件事情喔 真的我坦白講大家好好來看喔 因為狀況所有故事我先幫大家講清楚是什麼 他是有一個美國國民兵 麻州國民兵21歲的屁孩 他不是因為他的工作權限 他可以看到美國五角大廈非常多機密文件 他為了在同台之間炫耀 把這些機密文件很多都傳出去 就是那裡面的其中對其中一份 其中一份那這位21歲屁孩呢 因為被拘捕了 他被抓起來了 被拘捕之後呢 美軍喔 因為資料外洩是事實 所以美國人真的很厲害 他們不斷在思考 如何利用這個資料外洩化為機會轉機 或是盡可能讓資料外洩這個負面因素 產生正面效果 目前我看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喔 美軍的美國媒體宣稱 外洩資料其中有份資料是 格拉西莫夫要背刺這個普丁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特別講過 對對對 俄羅斯的參謀總長 要背過普丁 那這件事我研判很有可能是假的啦 可是問題是反正你說我外洩嘛 對不對 我真的講講都爆出去 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外洩 格拉西莫夫要背刺普丁 那格拉西莫夫一定被普丁問嘛 格拉西莫夫一定會說 欸拍手 是他們搞我 我沒這件事喔 我很支持你 但讓普丁猜忌 可普丁其中就有個因應嘛 對不對 跟曹操以前一樣嘛 好這是其中一個就說 如何讓外洩資料真真假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華盛頓郵報這個 隔空提醒台灣嘛 不要假笑啦 我們很多事情都已經跟你講過了 讓台灣的媒體來討論 未來不管是國軍要改革 獲得正當性 或是國軍有些死硬派 讓美軍隔空跟你喊話嘛 不要再撐了嘛 這個華盛頓郵報好好看 第一個 他講台灣戰鬥機有 其實只有一半的飛機 具有完全執行任務的能力 我相信 因為所謂完全執行任務就是 完全沒有稅修 隨時可以上去 全能力的 全食欲的上去打仗 只有一半 在這樣事實下 他說啊 制空權很有可能會給中國 那好 那我們能夠解決什麼東西 他說 台灣的指揮官 尤其是空軍部分 很有可能會害怕 衝突升級 措施第一級的機會 這很像我們現在面臨到 到底第一槍誰開啦 對 明明對方已經集結了 大量飛機就在台海中間 不斷盤旋了 所有其爆就是要打台灣了 我們要不要固守第一級 對 不行 我們一定要被挨揍之後 我們才能回答 我們連無人機都不敢打 對 用石頭丟 那他們如果同時 射一千美飛彈呢 他的第一級就是最後一級嘞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大家講很清楚喔 台灣的指揮官會害怕衝突升級 而措施第一級的機會喔 這第一件事 表示有溝通過嘛 台灣擔心不要嘛 好 這第一件 第二件事 台灣防空能力嚴重不足啦 他說什麼叫嚴重不足 現在設定兩發防空飛彈 擋敵方一發這個飛彈啦 這目前我們的強定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兩發來一發 他說 兩發來一發不夠啦 三發四發來一發都OK 可是他說台灣的指揮官 有個心態 戰爭初期的時候 希望省得用 我可以理解 省得用 我們說兩三百枚嘛 勤得用 對 他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鬧啦 你第一級被擋掉 你還給我講第二級 不要勤 以後沒機會了 不要勤 好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講了 台灣喔 所有基地 缺乏共同作戰的圖像 什麼 歐戰爭我們看過嘛 有個大屏幕 所有的軍事基地 此時的即時狀況是什麼 都看得到 他說台灣沒有這個能力 大概大概啊 沒有個這個 好再來他說 最後一個大家要聽清楚 台灣的防空演習啊 都照本宣科啦 民政官員及公眾 沒有為這做好準備 以前那個演習 我小時候還記得要躲桌子底下 對不對 現在連躲都不躲了 開車不要開到街上就好 我支持 以後這個時候 我們就真的跑到防空洞裡面啦 說的不無道理啦 好最後有好消息啊 他說中國登陸喔 油量補給會出問題啊 我們只要能夠守住 他登陸也沒關係 因為呢 前面攻堅喔 一定是大家硬著頭皮 萬案齊發 掩護海軍陸戰隊登陸嘛 死人沒關係嘛 可是問題是喔 海軍陸戰隊登陸 就要一萬人兩萬人好了 這一油兩天三天又完了 可是中國的油料船 不可能萬案齊發來掩護嘛 你就是運飛彈來的 你還萬案齊發 就是那個守這個飛彈 守這個補給船 不可能吧 他說台灣有任性 你只要守得住 中國登陸後 油料補給會出問題 好 他就無以為繼了 對 所以我跟大家講啦 這華盛頓郵報 當然了 我們國軍站在立場 一定要否認 沒面子 可是華盛頓郵報 我坦白講 我跟郁將軍 我們這樣看下去 不要講百分之百正確啦 七八成有啦 而且煞費鼓勢啊 讓我們國軍好 你該面對的問題要面對 你該做什麼要做 我們才會有利 才會有利 有利